大家好我是阿天 然後今天是2022月11號 晚上大概八點鐘了 那今天一整天都在開會喔 然後是開 是開跟釣蝦有關係的會議 那之後呢 我也會做跟釣蝦有關係的工作 所以明天早上六點鐘 我要去桃園的一家釣蝦場 去參加 不是參加比賽 是參觀比賽這個樣子 所以也是蠻累的喔 那個真的瘋掉下的人 還真的是蠻樂中的喔 一大早六點多就要起床 七點就要報到這個抽籤了 好那現在要結束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先鋒服 先鋒服的這一個更新呢 已經在下午更新好了 感謝小姐姐提醒喔 那這一次呢我們應該就是 這什麼東西啊正好齁 正好他真的沒有修正 所以我們看到了這個算是新版的吧 然後他是說這個費恩的技能 也就是這隻新的角色 然後技能描述 那這樣正好齁 因為剛剛都沒有錄 所以我們這次看到就是 修正過後的這個內容 好那這一次呢我們要看什麼東西呢 我們先看一下簡單看公告 那應該就是這隻亡靈的英雄吧 那其他的東西呢目前還看不到齁 像命運之翼的話 還要再過三天嘛 因為是2月14號 2月14號是禮拜幾啊 好像是禮拜禮拜一吧 然後再來是2月19號的甘河末圖 新的經驗太險 這是每一次都會有的 那2月13號後天 這個施設禁達 我們也可以看到齁 好那英雄的這個調整與優化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 所以我們這次主要就是看這個 亡靈的英雄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亡靈的英雄造型吧 應該很多人都已經看到了 好我們點圖鑑 這個地方 好像又是一個船長齁對不對 這邊有一個獲得吸金 然後這個又是另外一個 比較邪惡一點的這個船長 但是他是點獄儲行官喔 可是我第一眼看到 不知道為什麼覺得他是船長 因為這邊有一個勾 可是這應該是 這個行求別人的這個工具 好那我們來看必殺技喔 使用鎖鏈束縛攻擊力最高的敵人 然後敵人在後續5秒之內無法行動 所以他可以單控一隻角色 然後每秒會損失120%攻擊力的生命值 那當控制效果提前解除 可能是對方免控了齁 然後對方就會受到一次3倍的這個 無視防禦力的傷害 攻擊力3倍 如果場上存在牢籠 則牢籠的持續時間延長5秒鐘齁 好所以我們到這看牢籠是什麼東西喔 那這個受到束縛的敵人 無法恢復生命跟能量這樣子 好然後第二個 絕望囚徒 那這個應該就是他的特色吧 他會在敵方半場 敵方半場會生成一個牢籠 持續30秒 那不知道這牢籠有多大喔 離開牢籠範圍內的敵人 生命值會下降 下降自身最大生命值2% 可是又來了 他才鎖這個非恩攻擊力的150% 然後能力獲取速率會下降 好像還好齁 然後牢籠外的敵人額外受到15點解數效果 好像也沒有解數很多喔 然後牢籠內的敵人 獲取能量會下降 然後這個是刻印 這個牢籠持續時間會增加 然後再來這個是 將一名處於牢籠外的敵人 這個鞠回嗎 勾回啊 自牢籠內 然後對其造成最大生命值5%的傷害 5%傷害又不能超過非恩攻擊力的這個2.5倍 然後在後續2秒鐘無法移動 所以他的這個牢籠也會對一個人就是控場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再來是造成最大生命值8%的傷害 不會超過他4倍的攻擊力 3秒內無法移動 所以這不知道說這個他的施放的這個頻率高不高喔 每次成功勾回一個人立即重置 預抵黑手的冷卻時間 什麼是預抵黑手 這個吧 佈置滾輪滾木 碾壓位於牢籠範圍內的敵人 然後滾木會對敵人造成這個傷害跟擊退效果 應該就是短暫的打斷這個出手 然後每次造成傷害的時候 會將造成的傷害量 平均分給自己和最虛弱的隊友 那如果說有軍沒有 如果說沒有其他有軍的話 就會分配給自己 就是稍微有一點補血的效果吧 那他是屬於 他是屬於輔助的角色喔 這也是 等一下 現在輔助角色有誰啊 有這個希拉斯 還有迪賽拉 對不對 這不知道是不是第三隻喔 還是我記錯了 那沒關係齁 那我們再進去看 被滾木擊中的敵人造成恐懼效果 持續4秒鐘 欸 這個很重要耶 這個是 欸不對喔 這是 這是刻印30 60 等一下 這招是什麼 這個是加劇嗎 欸不對耶 等一下等一下 我看一下刻印喔 30的話是成功勾回一個人 會降低冷卻時間 御底黑手 看來一定要刻印60級啊 這個的話被滾木擊中的話恐懼4秒鐘耶 那如果說這範圍的話 一堆人都會恐懼是不是 那看來刻印30是這一個 那但是這個刻印60就非常的重要了喔 這個應該是 這個好像是專武吧 是不是 專武還是家具嗎 欸不是喔 那這個LVC是什麼 好 有點忘記了 看一下齁 呃 這個刻印30是拘魂刺勾 然後是重置御底黑手的冷卻時間 所以他一勾 空一個人 然後他又重置這個技能 然後就是掉下滾木 又會讓人家恐懼 對不對 所以看來這個刻印60是一定要的喔 那這個的話 對啊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專武喔 有軍每次進出牢籠的時候 會獲得一個費恩攻擊力250%的護盾 持續5秒鐘 那這個再來就是 敵軍每次進出牢籠時 大部分的增益效果會被驅散 唉呦 沒有趣的 敵軍每累計位於牢籠內8秒 這暴擊增幅永久下降6點 每8秒就下降6點 該效果最多疊加到5次 就是總共是30點這樣子 那如果說後排站著不會動的角色的話 應該就會一直處於站在這個牢籠裡面喔 那對打Boss好像還不錯用喔 因為Boss通常都站著不會動嘛 好 然後再來是這個家具 值得要上九紅嗎 勞籠內沒有一名敵人死狼 持續時間延長5秒 好像還好齁 沒有一名敵 勞籠內沒有一個敵方敵人 費恩受到傷害降低10% 這個好像 好像還可以用齁 感覺這個家具沒有說非常非常的必要齁 我覺得這隻角色的重點應該是要刻印60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試煉之地喔 試煉之地的話 我們還是可以玩到這個完整的這個角色 309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他的這個動作吧 滾輪馬上就出來了 不過這個是應該是沒有刻印60啊 這個勞籠範圍很大耶 真的是完整的敵方半場耶 所以應該是這五隻角色應該都是處於這個勞籠範圍內喔 然後這是滾輪 只有擊退效果 控住了控住了控住了 這樣子 好 這一招齁 剛剛這一招就是單控 就是單控 那一招叫做玉底黑手吧 欸 他是不是要叫出那個 時間到了是不是 剛開始那個勞籠 勞籠是不是只會叫一次 對 勞籠只會叫一次啦 因為這個是 這個是無限的那個 無限的流程 所以說感覺上就已經沒有勞籠了 沒有勞籠的話他就應該不會用玉底黑手 欸好像也會用喔 好OK 那我們來看一下實戰喔 哇這關有點難耶 這關有萊卡 然後魅魔又有羅萬 喔這個可能不能夠 不能夠輕鬆的隨便上 那看一下保不保得住喔 來上個 阿塔利亞展里的魅魔 然後來上一個這個 這個匠神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 開場 開場先 先召喚 恐懼了嗎 恐懼了嗎 欸沒有恐懼喔 他不是恐懼4秒鐘嗎 感覺沒有恐懼那麼久喔 他撞到是暈眩是不是 他頭上還有個眼睛耶 欸有暈眩嗎 為什麼我覺得冰魔好像還是在動啊 好我們再看一次喔 這個是 欸不對剛剛的刻印有60嗎 剛剛只是309而已耶 所以我們剛剛那個刻印有60嗎 我覺得我覺得剛剛用的那個 試煉之地的角色刻印沒有60耶 再確認一下 欸對齁只有309 看來是沒有刻印的 對不對 這樣子應該是沒有刻印吧 對啊 這樣子看不大出來喔 長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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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用 沒有用 所以這樣不知道說這個滾輪的效果是如何 我覺得那個滾輪如果說 能夠恐懼的話 其實還蠻強的 因為那個滾輪的話 他釋放的頻率還算是蠻多的喔 開場 然後馬上滾輪就下來了 這個只有擊退 這個並沒有恐懼嘛 然後打個兩下 這一招是什麼 這一招是什麼 這一招是 對馬上滾輪就下來了 揮個兩下滾輪就下來了 揮個兩下 揮個兩下 這滾輪沒有恐懼啦 那不然的話 你會發現他的控場力還算蠻強的 這滾輪一直來一直來一直來 好來看看傷害如何 哇 那個什麼 我們的那個李格比的傷害還比較高 所以他的傷害不怎麼樣喔 因為你看我現在才上四隻角色 而且這四隻角色都是 應該說 除了他之外的其他三隻角色 也都不是屬於攻擊型的角色 所以呢 他的傷害還那麼低 代表說他真的是個純輔助的角色 對 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好像不能夠期待他造成什麼好的傷害 但重點是這個牢籠很大 所以說這個專武30的話呢 敵方每8秒鐘疊5次 所以40秒之後呢 對方的這個暴傷的耐性 跟暴傷的增幅會永久下降30點 除了對方攻擊力會下降之外呢 那耐性 耐性其實跟我方的這個暴擊 跟這個傷害也是有關係 所以我覺得這個打BOSS應該算是有用吧 至於說這個御底黑手 刻印60的話 我覺得就是要等到明天 賞金試煉的時候試看看說 到底效果是如何 因為如果說這個滾木 恐懼4秒鐘很強悍的話呢 那如果搭配兵魔的話 其實開場 先開場先來開個這個絕望求徒 然後再來一個御底黑手 全部恐懼4秒鐘 那4秒鐘再加成這個兵魔的60% 也就是6.4秒 就會在這邊恐懼 然後再加上這個奧登啊 還有一些亂七八糟的控場 我覺得可能算是蠻強悍的 因為這一招御底黑手 他施放的頻率其實還蠻快的這樣子 所以呢 他在這邊全場啊 我剛剛看到這個滾木的範圍其實蠻大的 那他在這邊全場滾一滾木頭 然後其他角色再加減框一框 對方應該也是動都不能動喔這樣子 那這一個就是這一次新的角色齁 點獄楚行官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這個造型 我第一眼看到 我還是會覺得他是很像船長的角色喔 好 然後這個是他的故事齁 我們就簡單的這樣看一下 他的故事是跟誰有關係啊 有沒有提到誰呢 拖彎啦 拖彎是我們的這個古王 哇我現在在推40張幾乎每一關都是古王喔 古王一直反 大關也反 小關也反 反到真的是快 快崩潰了這樣子 好了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